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改变了他对人生的看法 刚退伍的时候是从事科技业 上班途中不小心出了一场车祸 所以发现自己原来承担一点风险的能力都没有 那就决心出来创业 曾经在土基城工作的他 拥有烹煮鸡肉的技术 加以咸水机创业成本低 促使他毅然投入 选择咸水机最主要原因 就是因为它的成本低 那再来又加上本身拥有煮鸡肉的专场 发挥青年吉生勇于挑战的精神 陈老板选择大台北的一级战区 乐华夜市来试水温 抱着不成功变成人的决心向同业宣战 这个品牌可以在这个战区里面 它就可以很快的起来 不同于一般的草莓族 陈老板凭借着肯吃苦高抗压性的特质 很快的在夜市占有玉璇之地 它其实是很能够吃苦耐劳 而且蛮能够有一个抗压性很好 所以大概有这样的一个特质 所以它在创业的过程 其实可能比较能够去接受一些挑战 从创业品牌到拥有三十几家加盟店 其实只花了一年多的时间 能够在同质性极高的咸水机产业中 有如此神速的进展 在口味上一定要有明显的市场区隔 咸水机大部分其实口味都蛮重咸的 那目前国人又比较注意健康的部分 那我们口味在口味的定位上呢 就是走清淡养生风 那目前我们的调味料 在全省各分点的表现 其实都还蛮受大家欢迎的 决定将口味定位在清淡健康 以做出市场区隔 可说是一场豪赌 因为这将是一场口味的革命 而过程中将有更多困难与原则 需要坚持克服 最主要的困难点在于食材的新鲜度 更重要的是食品卫生安全的部分 那最后当然还是需要有一些独门的秘方 才有办法在这个市场上 做出一个区隔的品牌 再好的口味如果食材不够新鲜 也是枉然 程老板深岸此道 因此坚持品牌品质 绝不赖于充数 是全数都采用合格卫生电宅厂的机制 那再来在卫生部分的话 我们的处理过程是全程不落地 每日严选食材挑剔再挑剔 程老板在供应商的眼中 也是严格的品牌把关者 竟然比较漂亮 我们出厂给他的鸡肉都必须要大块 然后肉质要鲜色则要漂亮 既然已经坚持了食材品质 处理过程上 当然还要有与食材相称的坚持 第一个是我们鸡肉的部分 我们鸡肉是采用闷熟的方式 我们的鸡胸Q嫩 不干不色不柴 在一年四季里面要搭配不同的中药 来达到养生的效果 除此之外 针对食材的纤维特性 发展出一套品牌特有的工法 除了可以保护食材 不破坏其组织 更符合人体 可避免职业伤害 就因为自己也曾经体验 无力无援的困境 所以现在创业有成 他希望说 把这个成就与经验 分享给勇于创业的人 我认为其实很多人想要创业 但是碍于没有技术 没有资金 或是没有勇气 那我们目前来讲 我们推出的方案 是无痛创业 零元自负 而各处加盟者 也因为拥有独特口味的产品优势 以及低门槛 低风险的创业资金需求 让他们对于品牌 有着极高的相信力 它的丑味让真的 跟我当初想的一样 客人都蛮能接受的 我比较过很多其他家 加盟的潜水机 是唯一一家加盟费用最低 然后获利最快 然后弹性很大的一个加盟体系 想要吃夏夜就拿来 跟其他家的味道不一样 它不会有那个药水味 而且它的那个潜水机 味道很入味 所以我通常都喜欢拿 好吃 从顾客赞不绝口的评价 就知道陈老板的咸水机 在市场上受欢迎的程度 谈到品牌的未来 陈老板则是信心满满的 勾勒着具体的蓝图 希望能有自己的合格卫生电宅厂 让我们的加盟者 能够得到更低的经货成本 会扩大行销的版图 好使得我们能够成为台湾特色美食之一 陈老板用源源不绝的创意 及超强的行动力 实现了青年极深的创业梦 相信未来挑战全台第一的 咸水机品牌 是指日可待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